年夜饭的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菜,红烧鱼,寓意着年年有余,来年生活富足,财富有余。 很多人在家煎鱼的时候,不是粘锅就是破皮。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,不用撒盐,也不用拍粉。 看完视频之后,保证你煎出来的鱼,不粘锅也不破皮,学会了给家人露一手。 今天从河边捡来了一条单身的鲫鱼,让家里的老公给他处理一下。 刮掉鱼鳞,去掉鱼鳃和鱼肚子里的内脏,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。 把鱼肚子里面的黑膜一定要给他抠干净,不然吃起来发苦。 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两遍就可以了,然后放在菜板上,用刀在鱼身肉厚的地方打上一字花刀, 正反面都要打上,这样可以更方便入味。 可以做红烧的鱼有很多种,比如说鲁鱼,扁鱼,鲤鱼,黄鱼等等,做出来味道都非常的鲜美好吃。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,自己选择鱼的种类。 处理好之后在上面放上葱姜丝,一勺料酒,这样可以去除鱼腥味,充分地给鱼的正反面按摩均匀, 然后把葱姜丝放在鱼肚子里面,腌制10分钟备用,下面准备一些小料。 挤半大蒜用刀给它剁成蒜粒,一小块生姜先切成姜片,再切成姜丝,最后切成姜粒。 一颗大葱切成葱花,切完装入盘中,再准备4个小米椒,切去根地不要,再把小米椒切成圈,切完也装入盘中。 准备一个洋葱从中间对半切开,我们用到半个就够了,把洋葱先切成宽一点的条, 再改刀切成小块,切完装入小碗中。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,葱花作为点缀,是必不可缺少的。 10分钟之后鲫鱼已经腌好了,然后把鲫鱼放在流动的清水下面,洗掉表面的粘液。 肚里面的葱姜也给它掏出来不要,这样清洗过的鲫鱼,腥味就减少了一大半。 然后放在菜板上,用厨房纸把鲫鱼正反面的水分都给它擦干净。 这也是煎鱼不粘锅的一个小技巧,同时还可以防止,在煎鱼的时候油绷建的到处都是。 接下来准备一口大铁锅,开大火把锅烧至冒烟,然后再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。 晃动一下锅子,让食用油浸润锅的每一处,烧一分钟之后将热油倒出来。 再次往锅里面倒入凉油。 这也是煎鱼不粘锅的第二个技巧。 热锅凉油放入鱼,这样处理过的铁锅一点都不粘,把鱼放进去之后先不要打动它,保持锅动鱼不动的状态。 把鱼头鱼尾都煎一下,把鱼放进去还不到三十秒,鱼已经在锅里面滑动了,然后晃动一下锅子,让鱼受热均匀。 把鱼煎三分钟,才煎了还不到一分钟,锅里的鱼竟然自己蹦起来翻了个面。 这个画面没有录到真的是可惜了,我还是头一次见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咱们接着煎鱼,把鱼煎至底部金黄,翻面煎另一面。 看一下我们煎的鱼,真的是一点都不粘,在锅里面非常的丝滑。 煎到两面金黄熟透,给它盛出来,装入盘中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切好的葱姜蒜,小米辣爆香,再倒入切好的洋葱,给它炒出香味。 这些食材都是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,然后开始调味,加入一勺生抽,一勺蚝油。 少许老抽上色,再加入多一点的食盐,一勺味精或者是鸡精,一勺白糖,一勺胡椒粉,盐要多放一点,这样吃起来才能咸香有味。 再倒入一碗不要钱的长浆水,大火把料汁煮开,放入煎好的鱼。 把汤汁浇在鱼身上,让鱼彻底的吸收料汁的香味。 然后扣盖开小火炖煮十分钟,中间的时候可以开盖把鱼汤浇在鱼身上,这样方便鱼正反面都可以入味。 最后大火收一下汤汁,出锅前撒上一把迷人的小葱花。 一份非常好吃的红烧鱼鱼就制作完成了,鱼肉吃起来鲜嫩入味,不腥不柴,非常的入味下饭。 每年过年,我家年夜饭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红烧鱼。 寓意红红火火,年年有余,红烧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。 大人小孩都爱吃。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